加拿大增添兩位聖人 大家好 歡迎收看《鹽宇光》電視教會透視節目 我是梁樂妍 4月3日 教宗方濟國用相當於拆封的方式 將三位增福列入聖人之列 他們是巴黎外方全教會 方濟國拉瓦爾主教 耶穌會藥室安謝塔神父 及吳蘇洛羅會降生成人的 馬利亞修女 三位新聖人都致力於慰藥者 原住民少數群體和全教使命服務 當中來自加拿大的 有拉瓦爾主教及降生成人的 馬利亞修女 聖拉瓦爾 聖拉瓦爾 是法國位於北美洲的殖民地 新法國教區的第一位主教 他致力於原住民及來加拿大定居的 法國人之間的牧民工作 他努力捍衛被售賣酒精的商人 和州長所剝削的原住民 他亦致力於教育 創辦了灰北克神學院 即現時的拉瓦爾大學 拉瓦爾主教一生為福全和窮人服務 聖降生成人的馬利亞 Saint Marie of the Incarnation 是吳蘇洛羅會修女 這個修會 是第一個專門致力於 女童教育的天主教修會 1639年 他為教育在新法國的女孩 在當地創立了吳蘇洛羅修會 修道院和學校 使來加國定居的法國人的女兒 和原住民的孩童 一起接受教育 學習彼此分享 加拿大主教團主教 Paul-Andre de Rocher總主教表示 加國懷著極大的喜悅和感恩 歡迎兩位聖人 加拿大的教會歷史 在今年有兩個重要的時刻 就是兩位新聖人 慶祝灰北黑市聖母主教座堂 大殿創立350週年 完成拉艾爾和聖降生成人的馬利亞 更新我們的使命感 及在福音的喜悅中的福傳使命 3月28至29日 為了響應教宗宣布的歡樹節 並和世界各地教會 一起進行一個24小時的 懺悔特別時刻 混奏教區寧溪堂區上下與普世教會 同步於羅溪天主堂培訓中心 舉行向主懺悔、求主歡樹、與主修好為主題的 為主24小時的懺悔禮儀活動 在24小時的活動中 共分為7個時段 在每個時段裏 各聖堂都分別進行了敬拜讚美、 朝拜聖體、講道、見證與分享、辦告解、 讀經脈相等禮儀活動 在活動過程中 宣廣員鼓勵同教導眾教友 如何辦告解並向天主認罪 在見證環節中 一些教友分享了自己與天主和好的經驗 以實際例子告訴大家 向主懺悔與主修和後 內心獲得平安 活動以微殺結束 本堂國林斯神父在講道中 希望大家要時時向身邊的弟兄姊妹說 請你歡恕我 我也原諒你 她強調我們要藉此契機 在主前懺悔、應聚、求歡恕 這個時間是天主詩恩的時刻 亦是眾人得到歡恕、得釋放、得自由的時刻 在2013年5月 由省議員 Depica de Meurla提出的定立 每年4月2日為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日》的 信人權與世界和平 以至基督徒合一、宗教交談等等 都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和努力 她勇敢地宣講生命的福音 強調婚姻的神聖、家庭的重要 維護每一個人的生命 從母胎受人直到自然的死亡 她指墮胎是謀殺 她反對安樂死 但亦都聲明不必用非常方法勉強延長生命 她以自己的榜樣證實了她的訓悔 亦都被我們示範了怎樣面對病苦 怎樣接受死亡 讓我們以土星慶祝並紀念 將被封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世世九週年 振福若望保祿二世為我等期 教會透視報道完畢 再會